总市值从5万亿元上升到17万亿元 12万亿股票市值的增加已经相当于去年全国GDP的约72% 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是 正在有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 关注着股市每一天的涨跌 根据最新统计 仅今年4月份全国新开户总量就已经超过了2005年和2006年的总和 然而这样的热情究竟能持续多久 已经踏上了历史高位的股市 还能支撑大家这样的热情吗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为了炒股连工作都能放下的朋友 王欢今年26岁 就在半年前他还是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 平时只是利用业余时间炒炒股票和外汇 可现在他不仅放弃了炒汇 而且连工作也辞掉了 按他自己的话说 要当就当全职股民 王欢告诉记者 他不算是新股民 2002年进股市的时候 他没想过股市会连续五年一蹶不振 可也正是这五年 让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学习投资股票的技术 王欢说他炒股票属于技术型 尤其善于做短线 说到自己的战果 王欢很兴奋 像我最近称的股市比较好的情况下 可以做一些投机的交易 可能短线对我来讲 也许就说一天两天 长一点的一星期两星期 也就不错了 一般一般选股票 大概我两个市场加下两千类子股票的话 我从头到尾选起来的话 不到半小时我就挑出我喜欢做的股票 一般的情况你现在的准确率能达到多少 80%以上的 王欢坦言 这么高的命中率 除了因为自己操盘又有点经验 心理素质比较稳定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这半年股市行情实在是太好了 我已经没见过赔钱的 以前股市挣钱的比例非常的少 最低一大盘到一千点的时候 那个比例应该是万分之六吧 有人统计过 万分之六是人赚钱的 当时我整体状况也是赔钱 它随后出现了 出现了所有的股市的复苏 也出现了基金的资金 也开始活力 应该是百分之五是赔钱的 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赚钱的 王欢说的并不夸张 在北京深圳的几家证券营业部 记者也进行了随机调查 眼下投资股票几乎是人人赚钱 做股票基因的人多吗 比较多 基本上我们单位都有在做 那你不怕它的风险吗 反正都是自己的闲钱没事 收益怎么样 还不错吧 还不错 对 增大的百分之三十吧 对 你要赚钱了没有 赚那一点 增大的百分之多少 我做的不是很好 大概二三四吧 根据记者的调查 仅这几家营业部 新入市的投资者比例 就在两至三成左右 而从去年初到现在 几家营业部获利的投资者 都达到了七到八成 平均获利水平为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最高的一位获利 甚至达到了十六倍 最低的也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而赔钱的投资者 只有百分之二 股市的火爆 不仅点燃了百姓的投资热情 而且已经成了很多人生活里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北京CBD白领中 流传的一种说法是 经理们的单间办公室 是大户室 外边的隔间 则是散户大厅 在广州等地 每天三点股市收盘后 约见客户 已经成了潜规则 因为即使你不炒股 客户可能也要炒股 而来自上海的最新消息说 为了让员工安心上班 有的公司 甚至修改了座席时间 上下午各增加了 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以方便员工们炒股 同时间在电脑上 用MSNQQ聊行情 外出办事很多人 也得把看盘工具 带在身边 股市热就这样 带动了相关产品的 火爆销售 我特别想知道 你买这个手机 最主要的考验是什么呀 还是它的上网功能 然后炒股啊什么的 比较方便 因为这个 现在股市不是比较火爆吗 然后我又有时候 比较经常出差 然后呢 用这手机上网的比较方便 能看到那个股市的航行 今天来就为了来挑选 买电脑想是做什么呢 前段时间还学习了一些 关于股票 基金方面的 看了一些书籍 然后呢 很想就是通过这个电脑 然后呢 给自己在 把自己的这个 财务方面的东西 再理一下 就是理财方面的 最大的几家电子产品市场 调查室发现 股市的火爆 已经带热了手机 笔记本电脑 杀多软件等产品的销售 动动鼠标 打个电话 钱就来了 这种诱惑 恐怕没有人能够抵挡 根据最新统计 截至4月30号 国内个人投资者 开户数量 已经达到9400万户 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超过了7% 而且这个数字 目前仍在增加 中国股市短时间内的爆发 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5月8日 德国之声在报道 目前中国股市现状时指出 按正常的理解 股市不可能永远往上走 但谁也无法预料 现在中国股市 什么时候会跌下来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人的理财观念 是浪漫主义的 与现实主义 有着遥远的距离 俄罗斯生意人报 5月11日 也发表文章称 目前俄罗斯有分析家担心 强劲上涨的中国股市 一旦进行大的调整 有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华尔街日报近日也刊登文章称 虽然中国股市当前存在泡沫迹象 但中国投资者 的确有理由看好股市 一方面投资者资金储备十分雄厚 大约有31万亿的资金 随时可以穿梭于不同的资产间 追求更高回报 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继续向好 预计中国经济中期内 会以9%的速度稳定增长 股市上扬 老股民们在想什么 目前就非常火爆 到这个阶段 我觉得风险非常大 股市回调 新股民们在做什么 只要你把心态放平和了 就可以去做一下试试 户指4000点 再创历史新高 两市市值突破17万亿大关 中国财经报道 为您打开火爆行情背后的问号 沉寂多年的证券市场 开始重新沸腾 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 不过凡事都得有个度 要是因为炒股票而耽误了工作 这种现象可就不那么正常了 不过股市的行情这么好 在财富效应的驱动下 老百姓又很难不去关注这个市场 股市投资账户的迅速扩容 再加上投资基金的人 可以说股市吸引了上亿人的关注 过去大家一直都认为呢 当满大街的人都在谈论股票 那么股市就很快要见顶了 可是在今年这个理论 却又似乎不那么零了 究竟这个市场热到了什么地步呢 走进股市的人们 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了风险呢 记者也进行了一番调查 随着股市的不断上涨 想入市的人也越来越多 鱼路就是其中之一 鱼路在北京开足底按摩店 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 领着弟弟靠辛苦工作过日子的他 从来没有想过 原本陌生的股票 也会走进他的生活 当初我入到股市里 其实也是一种巧合 那就是说我们这儿有顾客 是炒股的 然后都是老顾客嘛 我老听着他们讲 老听着他们在讲股票 然后回来我就比较感兴趣嘛 今年聊股票的顾客格外的多 这让鱼路开始留意股市信息 终于有一天 他也忍不住想入市了 于是就向董行的顾客咨询 他说你可以买一点 只要你不怕 就是说是失败啊 或者是有风险啊 毕竟这是一种风险投资 他说只要你把心态放平和了 就可以去做一下试试 然后把自己余付出来的一些资金 可以拿出来做一做 我就想着 我也不要求我能发家 或者怎么的 我就是通过这个股票 我能多学增长知识 然后能学一些东西 多知道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东西 国家是什么样的政策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然后再就是 自己能有一部分收入 就这样 在更多顾客的影响和介绍下 鱼路开始了他的股市之旅 因为工作 鱼路没有时间去营业部 了解更多的股市信息 于是他特意买了台电脑 在工作之余研究股市 了解行情 在小鱼的影响下 弟弟的生活也有了很大变化 姐弟俩买股票心态也不错 虽然股市飘红 但小鱼说 他并不期望能在短时期内 就能获得高额回报 作为新股民 小鱼很知足 他告诉记者 现在股市已经很高了 所以他暂时先不进行了 看看情况再说 不过小鱼的理性 是不是能代表所有的人呢 记者在几家证券营业部和银行里 做了一番调查 谁知道有几年呢 谁知道有几年 你上去以后 哇哇跌都跌四五年了 把人的心都跌寒了 跌散了 谁也没有人相信就完了 后来你说好也没人相信 你到现在这个形势来了 他才相信 相信管了 咱们没卖的 那么就给我们解套了 你卖了你先买不敢套 你要就是那排队现买带进来 就是套的对象 知道吗 大盘不会永远老涨 反正最多只能拿家里 三分之一的钱入股市 绝不能说是 甚至当房子什么的入股市 那个 那整个完全是赌博了 赌博心里太浓了 反正我是不这么干 我只拿家里的二十分之一的钱 再购入 我就看看呗 我说 我以为我们旁边有点吵 我看看 看看情况再说呗 身边人比较热跟着 是一样 来参一下 来参一下 参一下试试呗 我们都试试呗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大多数股民 基本上能够保持理智 客观的心态看待股市 超过九成的股民表示 他们对股市潜在的风险 一直都很警惕 营业部里一些老股民 甚至提醒新入市的人 最近一段时间 不要盲目入市了 别太乐观了 赶紧出去是赚了 再继续下去 很可能要赔的 股市就是有涨有跌 你不可能老涨 牛市仗要有回调 现在越明白的人 可能胆子越小 风险意识越强 但是很多新股民 他就觉得 天天涨天天涨 他不是很明白 正因为他不了解股市 所以他敢去操作 敢去买 敢去卖 所以说这个问题 这个 这个 这现象能持续多久 还是不好说 就新的投资者 在蜂蜂而入 那么他们对 中国的市场 应该说 切换深入的了解 同时也没经历过 那些过去的 那种惨重的 这样的经历 所以以为这个时候 没有风险 所以他们建了 第一的股票就买 那么这个也是 它的结构性 非力性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不少专家指出 眼下还是有一些投资者 在抱着一夜暴富的想法 投身股市 也是你们电视台的 访问的这个投资人 就在电视上说 什么风险和泡沫 不用去管它 它天天涨啊 那个东西很现实 明天 明天我就赚钱 你要我去防范泡沫 你要挡我的财路 实际上他是这么在理解的 你知道吗 所以赚钱效应 可能是最主要的 而且你问一问投资者 投资者可能也不懂 宏观经济 什么也不懂 你问他为什么进股市 他说那 所有 对对对 我的左邻右舍 亲朋好友 所有人进来的人 不管是一个季度前 一年前 还是一个月前 甚至是上个星期 进来的都赚钱了 因此我也要去开户 因为这个每个人 都有贪欲啊 是吧 看着别人争钱眼红啊 觉得那个钱他能挣 我为什么就不能挣 是吧 那么还没弄清楚 有的人又懒 什么脑子都不想 就想着报复 就想着恨不得你告诉我 买一个什么股票 然后我明天也挣了 什么脑子都不用动 这样的风险呢 这个他意识就比较淡薄 但我想 像这样的投资者 唯一能教训他的 就是他的亏损 能够带给他真正的教育 5月11日 证监会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 投资者教育 强化市场监管 有关工作的通知 告诫投资者 没有执掌不跌的市场 警示股民 理解并始终牢记 买者自负的原则 不要抵押房产炒股 拿养老钱炒股 监管层的声音 显然也让一些 新入市的投资者 开始意识到 理性投资的重要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 有关股票 与投资理财的书籍 这段时间成了大热门 图书大厦也在显要位置 增设了证券投资类专区 来满足顾客的需求 咱们现在连续书卖的怎么样 周末我们这条通道 就很难整理 这个货架 因为相对人非常的多 我们工作人员 想整理货架 都挤不进来 据这里的负责人介绍 今年前四个月 这里证券投资类书籍的 销售量一直都在增加 到目前为止 这类书籍的销售量 已经差不多是去年上半年 同类书籍销量的两倍 书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最近股市动荡加剧 投资者希望通过读书 来学习投资技巧的愿望 也越来越强烈 大盘冲破三千点 他在迷惑 做梦都想 他进不进啊 四千点到来后 他做出选择 我不会货 我办会货 户指四千点 再创历史新高 两市市值突破 十七万亿大关 中国财经报告 为您打开火爆行情 背后的问号 从我们的调查中不难发现 确实有一部分投资者 存在盲目跟风入市的现象 不过最新调查也显示 目前许多投资者 涉于大盘高位 不敢轻易买进股票 其实从三千点开始 有关股市是否已经到顶的讨论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然而大家迎来的 依然是大盘的不断上涨 面对这样的状况 投资者的心情颇为复杂 因为投资者甚至告诉我们记者说 他现在的心情 只能用挣扎两个字来形容 因为即便他学习了 不少投资常识和经济知识 现在也很难判断 股市下一步的走向 如果不继续买入股票 踏空可就太遗憾了 自从今年股市涨到三千点之后 对于股市是否已经见顶的争论 不绝于耳 就在这一路的议论声中 股市牛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护制一路冲破的四千点 以前大家判断的依据是 当满大街的人都在谈论股票的时候 市场就会见顶了 可这位投资者说 这个以往的投资经验 也让他吃了亏 先生您好 您好 先问一下您是新股民吗 也算也不算吧 怎么讲 前一阵啊 撤了觉得有点悬 你看今儿啊又绿了 这位先生姓潘 前一阵股市达到三千点的时候 他认为已经到顶了 于是撤出自新 可随后的行情却让他大跌眼镜 他现在真的看不明白 居然还在一路飙升 所以这个挺迷茫的 还得考虑考虑 在中国股市过去的十年历史中 每逢单数的年份 在五月和六月 有很大的概率出现顶部或底部区域 1997年的五月 是1510点的顶部 1999年的五月 是519行情的底部 2001年的六月 是2245点的顶部 2005年的六月 是998的底部 而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谜局 2007年的五月和六月 会是顶部还是底部呢 五市是否有泡沫 大盘今后何去何从 一年翻一翻地告诉我们 这个显然 这种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所以这是明显的过程 大盘四千点 两市成交量不断攀升 钱从哪里来 如果过去这五年 它来补涨 这都很正常 户指四千点 再创历史新高 两市市值突破十七万亿大关 中国财经报道 为您打开火爆行情 背后的问号 股市有没有泡沫 是不是已经过热了呢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也走访了一些 证券领域的专家 2005年5月10日 知名学者华生 曾在股指即将逼近 一千点时 发表了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 明确支持股改试点方案 断言 熊市正在死亡 他认为 当前股市拍上四千点 是管理层最近两年内 悉心呵护的结果 从股权分制改革开始 各部委相继出台了 各项利多政策 推动股市发展 今天的繁荣和政府的推动 密不可分 但他同时指出 股市目前已经过热 是不是过热 我觉得这是明显的 对吧 它的主要标志 一个就是股指在过去 不到两年的时间 翻了三十倍 这是明显的过热 另外就是 在股指上涨过程当中的 赚钱效应 使得大家蜂拥而入 全国人民都挤进来了 这是很明显的标志 第三个就是高收益率 这么百分之 一年翻一翻的高收益率 这个显然 这种是不可能 长期持续下去的 所以这是明显的过热 人民大学教授 吴小秋则认为 股市存在一些 各股的结构性泡沫 而不是整体上 出现了重大危机 从主流的角度来看 是正确的 当然它的确承担了 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或者说 承担一些结构性的 一些泡沫 有不少的上市公司的 股票价格 应该说 正在背离 或者正在严重的背离 它的价值 这是它的一个泡沫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它的问题 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不是整体上 就出现了重大危机 一些专业人士也认为 虽然目前市场 有泡沫化倾向 但能解开 还是基本健康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说 大家都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现在这个市场 已经开始 进入到一个 泡沫化的一个市场 但是就是说 目前这个泡沫 还不算很大 就是大家还可以接受 所以从 这个风险控制的角度的话 就是有一些机构 基本上处于一个 逐渐减仓的一个过程 当然就是说 空仓的也几乎没有 因为这个市场 就是我们也知道 在牛市的时候 本身就是一个 逐渐走向一个泡沫的 一个过程 但这个泡沫究竟 能吹到多大 什么时候破裂 其实是没有人 能够预测到的 我个人认为 中国这种股市 一定要用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有一个补涨的角度 就是过去这五年 他来补涨 说这都很正常的 第二个角度呢 就是说 你要很好的研究 国际的经验 现在好多人谈国外 我认为谈得不透 你仔细看一看 这个新兴国家 包括印度 巴西 他们从03年到现在 那么都涨了四五倍 这不都是很正常的吗 是吧 那么涨了四五倍以后 他并没有崩盘 也没有产生什么泡沫 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 你作为股民来讲 你抛股票 你得有依据 是不是大盘要变盘了 没有吧 那么是不是中国经济增长 要换党了 没有吧 那么决定 这个企业的盈利 是不是下降了 它再上升 所以这些基本面因素 看好情况下 你就持有就完了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 我们今天是大股东往上市公司里租利润 租资产 长期以来大股东是从上市公司值大股东的提款机 今天最新统计数据表明 今年最新的财务报告统计 就是说我们大股东往上市公司输入资金的量 这是十几年的第一次超过了输出的量 所以这种根本的改变 这是我们以前说没有碰到过的 但是它的影响肯定是非常深远的 目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一个新说法是 当满大街的人都在谈论股票的时候 并不可怕 只要大家还有钱买股票 上涨势头就不会停止 但当大家都在谈论股票 手里却不再有钱买股票的时候 股市也就到顶了 眼下两市成交量不断攀升 钱从哪里来 后市资金还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吗 如果你问这些问题的话 因为这个钱它流动 资本流动 它是在追逐利的 是不是 它也有资金成本的 机会成本的 它把它都跑到这里来 它一定不是放在口袋里头 它一定要去赚钱 而且赚的钱比它 从它流出的那个地方赚的钱要更多 对不对 那么在中国资本市场上 哪些东西能够这么快地赚钱 这个能够让它很快地 把它的这个 比别的地方的这个 这个机会成本 投资机会成本要高 资本市场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 因为它去年涨到130% 左小雷表示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 股市上的各路资金的来源 但如果大家明白资本的本性 就至少能对资金流向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预测 中国股市在每一个千点风口 几乎都会面临一番争夺和大讨论 5月15号的股市 又是新股民的一堂风险课 互市大跌147点 跌幅3.64% 不过与2月27日 以及4月19日的大跌相比 这次的跌幅小得多 散户们的胆量也似乎越来越大 那么股票市场从1000年到4000年 所以说专业人士 我们专门从此股票投资的 这些机构啊 专业人员啊 因为大家都现在都是谨慎又谨慎了 我倒不是说 现在股票基金就不能买了 那么市场远远都是有投资机会的 但是不能呢 就是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尤其是在别人 已经做了 在这个流市已经延续了一年半了 市场已经涨得比较热的情况 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最新一期股市月度资金报告的统计显示 在4月份接近2500亿元的流入资金中 机构资金只有三分之一 约830亿元左右 其中主要为新基金募集和老基金持续申购 而其余的超过1600亿元的资金 则为个人资金的贡献 个人资金与机构资金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2比1 而在去年的11月到12月 两市的资金9成以上还是来自机构 短短几个月 A股市场的新资金主流 已经基本转换成以个人为主 尤其是最近三个月内 个人资金流入量达到3000亿元以上 市场中散户的资金超过了机构 也直接导致了目前国内外投资银行分析人士 对后市判断产生严重分歧 外资集体看空 他们认为 A股将有20%至30%的下跌空间 而国内一些专家则表示 储蓄从银行搬家到投资领域 才刚刚开始 行情短期内不会结束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专家提醒投资者 要对调整做好心理准备 今天4000多点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种 这个调整也好 或者说下跌也好 这是完全正常的 正常的标志它是 如果讲原因的话 比如说一 是恐高的心理在起作用 达到了这个点以后 恐怕所有的人 不管拿的股票 都觉得还会不会怎么样 都有种担心 那么这样的话 大量的互利盘 当互利盘的这种形式下 它自然落在回安的心里 也是必然的 是什么让投资者迷茫迷惑 一会儿又上去了 一会儿再跌再上 就是当水热了 就把青花给煮死 谁能为股市前景拨开迷雾 我想这个证监会的这个指向 已经再明确不过 户指四千点 再创历史新高 两市市值突破十七万亿大关 中国财经报道 为您打开火爆行情背后的问号 看来这股市走向 还真的是挺难判断的 做这期节目之前 我还看到了一种观点 他认为一般股市上涨周期 是两年到三年 中国股市的这一轮上涨 是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不到两年 如果历史重复的话 那就还有一年的时间 另外还有观点认为 中国股市每次出现泡沫 都是在市盈率达到60倍左右的时候 目前中国股市市盈率 还在40倍左右 所以股市离大幅下跌 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 没有永远上涨的行情 也没有只赚不赔的股票 股票投资呢 是一种价值投资 如果说眼下支撑股市的是 散户投资的热情 那么这种热情 能否基于对股票价值的正确判断 则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价值判断来自于公开的信息 可眼下市场上飘荡的 各类密集的信息 虚虚实实 您能辨别的清吗 中国证监会5月11日发出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 强化市场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一线监管 继续强化对内幕交易 和操控股价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尤其要严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 证券从业人员 利用内幕信息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我想证监会的指向 已经再明确不过了 因为一般的借客类的公司 多有编故事的成分在里面 实际上垃圾就是垃圾 该破产的 它无非是该破产 没破产而已 没有死而已 是个僵尸而已 你干什么一定要去买这种股票呢 如果说把这种炒作的 这种操纵的这种可能给它 下足一下的话 那么有助于这个投资者 向这个优质公司的 这个股票方面集中 我觉得对于市场的风险 就会降低一点 但是这些市盈率的高企呢 实际上主要来自于垃圾股 来自于一些击刹股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中国市场 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就是风险集中于垃圾股 集中于低价股 那么实际上一些 很多的优质的上市公司的这种估值 实际上还是合理的 市场的涨涨垫垫 一定是正常的 这是第二个 就是不要全盲否定这个市场 有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也不要姑息它 不要收拦 保护这个市场的透明度 维护这个市场的公平环境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第三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还是要加快中国上市公司的 这个结构性调整的步伐 加快这个步伐 我们可以让这些 就是我们在海外上市的 这些大庞蓝筹 应该加快他们上市的速度 因为你现在之所以股价涨 对吧 那是因为需求比较大 股票比较少 那你可以增加供给 是不是啊 国有股不是现在进入流通了 你可以多减持啊 是不是啊 这个每次上市的时候 过去主要都给了港股 给了香港 那你现在可以主要给国内啊 采访中不少专家强调 国家监管部门多次提醒股民 参与股市要谨慎 并不是不让股民继续投资 而是为了确保股市的健康 提醒大家要坚持价值投资 我认为中国证监会 根据新的股民参与 大家对这个风险重视不够 提醒风险这是非常正常 中国证监会应该提示风险 但提示风险并不是告诉你 价格高了低了 这是两码手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 无论是专家还是证券从业人员 大家对于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 整体走势的预期 都给出了一个完全一致的判断 那就是向好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 如果您想通过投资股市 来分享中国经济的成果 那么必须选择 有价值的行业领域进行投资 因此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了解上市公司的成长性 是特别重要的 在牛市行情里 如何找到最具成长性的投资目标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人士的思路 是谁站稳了中国股市的榜中榜 没有西洋的行业 只有西洋的企业 谁是中国股民的理想选择 那么我们现在好多企业 应该世界上是独独地位 那么我们肯定要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 户指4000点再创历史新高 两市市值突破17万亿大关 中国财经报道 为您打开火爆行情背后的问号 专家提醒投资者 通过投资股市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 并不是短期炒作就能完成的 寻找那些有投资价值的行业和公司 并成长期的价值投资理念 才有可能笑到最后 那么涨的时候呢 自己认为这是应该涨的 不应该过分的高兴 那么跌的时候呢 不要沮丧 我们要学 我希望中国的股民 都学巴菲特 成就千万个巴菲特 进行长期投资 不要去炒 那么有的是短期的 有的是长期的 但是大家都要有长期投资的这种意识 那么来理性的选好股 那么长期持有 那么所以我们的股民呢 都会分享中国 从一个经济大国 变成经济强国的好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 这个社会财富的积累之后啊 它表现在这个对金融业的支持上面 这个银行的营销能力强的话 它替你卖基金 卖的多的话 营业网点多的话 服务态度好的话 个人理财做得好 就到位的话 大客户多的话 它的中间收费 中间业务 非常巨大 所以你就会发觉 财富的积累 民间财富的积累 回过头来 对中国银行体系的业绩的支撑 是很大的一个方面 现在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口 那么我们现在好多企业 已经在世界上是龙头地位 那么我们肯定要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 那随着这些企业的成长 而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投资 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呢 资源类的这种企业 实际上来讲的话 还是存在的一定 就是存在的一定的投资价值 就是这个煤炭股 那么实际上来讲 他们的现在定价了 仍然是处于20倍适应率左右 甚至高一点的 也就在25倍适应率左右 那么应该来讲的话 在牛市当中 是一个尚可接受的适应率 应该是从投资价值的角度来讲 是具备一定这种机会的 我们通常作为基金公司 就是我们就还是从估值水平 从适应率水平来说 我们觉得在目前来说 相对来说 一些钢铁板块的龙头企业 像造纸行业的一部分企业 包括能源煤炭行业的一部分企业 它的固执水平 就是适应率相对还比较低 除此之外 专家还呼吁 国家应继续拓宽百姓的投资渠道 而随着国家开发更多的投资领域 投资者对这些新的投资机会 也可以积极关注 有幸我们看到 最近人民银监会 刚刚出台了这个 居民投资于 通过QBI 投资于境外股票市场 这么一个政策 那么我们相信 中国证件会也会 尽快出台一些相关的 这种输保居民投资的 新的投资方式 那么这些丰富的产品 出来以后我相信更多的投资会分散到股市以外去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中国股市也可能会得适合降温 降温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使中国股市发展能够更加持续 更加稳定 最近啊